第五部分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云服务器ECS快照和镜像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快照的功能 快照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磁盘数据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拷贝 我们直观的去理解其实就是快速的拍了一张照片 也就是在某一时刻对你的磁盘的数据进行了一个拍照 然后把这张照片存下来 然后把它备份下来 所以呢快照第一个最常见的用途就是备份数据 如果你做了快照之后 当你的应用程序或者你人为误删除了一些数据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快照回滚的方式回到那个快照拍照的那个时刻 第二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快照呢是系统盘的快照 你可以基于系统盘的快照去创建自定义镜像 那在这样的自定义镜像有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复制出与目前这个ECS系统完全一模一样的新的云服务器实例 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说 云服务器的弹性的这个特点 那么你可以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就生成100台一模一样的云服务器 那么这对于服务器的部署 软件的部署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功能 第三块呢就是数据盘的快照 可以快速的进行数据盘的复制 也就是你基于数据盘的快照呢可以快速的复制出与目前的这个数据盘上一模一样的新的次盘来 那我们来看看快照有哪些类型 快照呢它分为手动快照和自动快照两大类 手动快照呢是由手动自动创建的 用户可以根据业务的需要在你需要的时候呢自己去打快照 作为数据的备份使用 第二大类是自动快照 自动快照呢就是你首先要设置一个这个自动快照的策略 设置好之后呢你把这个策略应用到相应的你的已经创建好的次盘上 然后阿里云之后呢就会按照你设置这个策略的这个时间去进行快照的创建 所以就无需你人工每天去干预了 然后它会在每天你设定好的时间去进行这个设置 那么我们快照的额度呢 现在阿里云提供的是每一块次盘有64个快照 包括所有的手动快照和自动快照 当这个额度达到上限以后呢 如果你要继续创建快照的话 系统会自动的将最早的这个自动快照删掉 然后来帮你创建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64个快照大概能满足多长时间的需求呢 如果你这个数据盘每天零点进行一次备份的话 差不多可以保护两个月的这个备份数据 如果是这个次盘每隔四个小时进行一次快照的备份呢 可以保存大概十天的这个备份数据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业务的特性 核心业务还是非核心业务去选择不同的快照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快照的原理 我们整个ECS的这个快照是采用的增量快照的机制 两个快照之间呢 只有变化的时候这个数据块才会被拷贝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个最下侧是快照一 然后它会对整个数据盘上的所有的数据进行备份 然后呢创建快照二的时候呢 只有B和C的这个数据块发生了变化 所以快照二呢 只增量备份B1和C1 然后A和D它就不存了 那么到快照三的时候呢 只有数据块B发生了变化 所以只产生了B2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它只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快照不断增加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不会去全量存每一个快照 那么所以最美 我们可以会发现你创建第一个磁盘快照的时候 可能会相对慢一点 如果你第二在后期的快照 如果数据量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呢 它会非常快 如果数据量很大的话会相对快 但也不会被第一次的那个更快了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在创建快照的时候 会发现时间的长短不同的时候呢 并不是磁盘的性能发生了变化 而是我们的数据块的变化大小导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镜像 那镜像呢 是不同于快照的另一个概念 它其实是 ECS可选择运行环境的一个模板 然后这个模板里头 其实包括了这个系统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和已经在操作系统里 已经预制好的一些软件和配置 那它本质其实是一个系统盘的快照 阿里云现在提供的这个快照的获取方式呢 有四种 第一种呢 是这种官方的这种公共镜像 也就是一个裸的一个Linux 或者Windows的操作系统 然后第二类就是在镜像市场 我们会有第三方的服务商提供的一些 这种带有一些工具啊 一些预制好的软件的这种镜像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去选择 第三类呢 就是ECS这个实力创建的这种自定义镜像 那比如你的服务器已经软起来了 然后里头的软件都部署好了 你基于你自己的服务器创建自定义镜像呢 就非常方便的可以创建新的服务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然后还有就是阿里云的用户 它可以共享给你镜像 然后你可以用其他用户已经创建好的镜像 去创建你的服务器 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现行环境中的这个镜像 导入到ECS中生成一个自定义的镜像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将你已经部署好的这个程序 快速地放到我们的云上来 然后呢我们讲到我们的镜像 快照这些都是在同一个地域内有效的 那么当你需要在其他的地域 也进行同样配置的这个服务器的生成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自定义镜像复制到其他的地域 然后复制过去以后呢 就可以实现应用和这个环境的快地域的一致性的部署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快照和镜像相关的一些操作演示 首先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地域的这个磁盘 就是ECS管理控制台的磁盘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头我们有系统盘 也有数据盘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创建快照 Test0001 OK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快照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去快照的列表中去查看一下 哎我们有一个快照已经在创建中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快照列表中可以会发现 我这个地域下所有的快照都列在这里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快照都是这种auto开头的 那么这种auto开头的这种快照呢 就是系统自动自定义自动创建的这种快照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快照它是某一块系统盘的快照 所以基于这个这个快照呢 我们可以去创建自定义镜像 比如说我们来 Test123 OK 然后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定义镜像里头是否会有出现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这个快照正在处理当中 我们刷新一下看看 OK 这个快照已经完成了因为它不是第一个快照 所以它能够快速的就是生成新的快照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系统盘 如果是数据盘的这个快照呢 我们不能创建自定义镜像 只有系统盘可以创建自定义镜像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自动快照策略 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创建的这个新的策略 我们可以去创建新的策略 比如说在每周的周一对吧 然后去创建 我们可以选择保留的时长或者永久保留 那么它会达到上限 再去把最早的这个自动快照给创建 给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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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可以为刚才这个策略选择一块刺盘 比如说这块数据盘 这块系统盘 OK 没设置的 这些一块照策略 OK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关联的磁盘 未设置的和已设置的就可以看到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里你可以去设置不同的这种快照策略 把它应用到你不同的这个磁盘上去 然后根据业务的需求的选择去设置就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镜像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镜像 已经做好了 这个自定义镜像 我们可以编辑相关的这些描述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关的实例 因为我们没有基于这个自定义镜像创建新的实例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不到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去做复制镜像 然后把这个复制到其他的底域去 那这个我就在这里不去演示了 大家如果需要学习的话 可以课后自己去操作一下 然后共享镜像呢 就是我把我的这个镜像 可以共享给某一个阿里云的其他的账号 那么进行 它可以用基于我这个镜像去创建新的实例 那这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下 就是这是其实我们快照和镜像的这个内容 总体介绍到这里 如果我们需要做磁盘的回滚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点到这个某一个特定的镜像 然后点击回滚磁盘 然后呢它会提示你 在此之后的数据就会被清除 那相当于我们把数据回滚到了某一个时刻 那所以在做回滚磁盘之前呢 大家最好是手动先打一个快照 把现在的数据记下来 然后再去做回滚的操作 避免产生一些失误 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去创建新的实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镜像分为四大类 公共镜像对吧 这就是我们标准的Linux Windows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自定义镜像 已经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然后还有共享镜像 就是别人共享给我的 因为我这个账号里头没有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账号分享给我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镜像市场呢 我们就可以有很多选择了 就是我们可以有运行环境 管理监控 建站等等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 你需要的这个 不同类型的镜像去适用 很多呢 它现在还是在免费的过程中 可以极大的节省你的 软件部署的效率和开发的效率 好吧 那我们就是关于 快照和镜像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呢 本章节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